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是關於溝女 不同政府部門都會設立熱線 方便市民聯絡或求助 近日網上流傳對話截圖 顯示有市民日前致電完衛生署查詢後 收到一個陌生男人傳來訊息 對方自稱說 我是剛才聽電話的衛生署職員 讚市主 市主你聲音好好聽好可愛 更直接邀請市主不如做個朋友 事件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質疑涉事的職員 利用市民個人資料作私人用途 行為已經屬於侵犯個人私隱 有失德之嚴 香港01正為這件事向衛生署查詢 有網民將對話截圖 投稿到Facebook專頁公務員secret 市主表示早前幾經辛苦 終於打到給衛生署 查詢後無奈突然間收到訊息 對方自稱叫做Nelson 自我介紹就說 我是剛才聽電話的男生 讚市主 你聲音好可愛 可不可以做個朋友 這麼狗公的 市主感到惡然 因為不知道對方的身份 反問你是誰聽電話 對方解釋自己 就是衛生署職員 近兩個月由稅務局調過去 市主似乎覺得一頭霧水 坦然 打電話給衛生署職員 聽電話是一個男人 就說本身是個阿叔都沒有理 截圖沒有顯示到市主有沒有繼續回覆對方 但他都沒有說到件事最後怎樣處理 對話截圖曝光之後 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不少人都質疑 為這件事如果是真的話 這個職員涉及到這個侵犯個人私隱 亦有行為失當之嫌 就說應該去私隱專員公署 申訴專員公署 以及稅務局那裏 就說分分鐘他沒得做 有些人就說 其實這樣去到外國的話 已經會被人說什麼metoo那些 就說什麼監都可以坐 這麼嚴重嗎 那我不知道 外國的例子不能直接搬到香港 因為大家的文化和歷史源流不同 所以這一點我就不認同 關於metoo那件事 也有人質疑事件的真確性 就說這個像是借刀 哪有理由講自己的真名 又說自己是什麼碎谷調過來 又說自己是什麼碎谷調過來 追女怎麼會說那麼多自己的東西 恭喜施用都不會那麼蠢 就說像是借刀 即是有人就扮是這個Nelson 就想借刀陷害這個Nelson 或者叫Lason 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事忍彈不重要 其實我自己都很質疑這件事的真實性 不過呢做節目的東西就沒辦法 因為你如果什麼東西都當是假的話 那節目就做不到下去 那我當是真先 想我撇除所有那些什麼私隱道德的問題 我用一個追女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喂你公器私用去追女 而你想追女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這條女的聲音有趣 你沒見過樣子的嘛 你只聽聲的嘛 你覺得這條女的聲音很有趣啊 那樣子 屌你老母你是不是很笨 這條女的聲音有趣 不等於這條女的正 我認識有這條女的聲音很好聽 也挺有趣的 但真人 見到真人 屌你老母還還我 屌你老母是 那條女可以打死我 你知不知 那條女應該兩隨可以吸我 那條女的聲音是很有趣的 要不要介紹給你認識啊 衛生署職員 所以這些屌的樣子真的沒屌得夠 你說你見過那條女的什麼樣子 一般的 然後去追女的 那都合理啊 你公器私用也不怪你 譬如你見到那條女的 哇好屌正啊 屌你老母 整個IV show 那你說不行 我不屌你了 份工沒屌了我都要追女 那我合理的 我覺得 有時候屌你老母是熱血上頭 沒辦法 但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是純粹聽聲音而已 你聽聲音就已經這樣 你說你見過那條女的樣子 去追女的 IV show 那條女 那我覺得沒問題 但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的聲音很可愛 屌你了 你都按鈕的 你看路吧 那聲音很可愛 待會出來 屌你了 臭屌 馬蹄路 玻璃豬 你又含了橡皮糖 所以我覺得 屌你老母是網戀 玩apps 聽電話聽到聲音很可愛 屌你老母 你想一下就好了 你點個聲音上 看看樣子是怎樣 未能見過樣子 就什麼都不要想 全部都是幻想 分分鐘出來 屌你老母是 那邊過來 叫他約在旺角新世紀 哪條柱子等 然後離遠見到 屌你老母是 整座山那樣子 又或者屌你老母是馬蹄路 那到時你就含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職員 最笨蛋不是公器私用 最笨蛋是聽到人家 把聲音就已經追求人家 神經病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是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